WATIMALA的总统 Elejandro Guillemade 那么他来到台湾 这是从4月25号这几天 他进行的访问 那么在4月3号的时候 当时总统蔡英文到WATIMALA 参与了他们的活动 然后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当时的这一个 瓜地马拉总统 他强调了两国之间 共享的历史性 兄弟七年与民主价值观 这位瓜地马拉总统 强调了那个时候的 蔡总统的访问的重要性 并且他说那一次的访问 是使我们重新承认 中华民国为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同时中华民国国企 在总统府 他们在瓜地马拉的总统府 前面上空飘扬 那这个当时 路透社应该是当时的 这个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特别提到了 有93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 西方的民主国家 将其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称为非正式的关系 以遵从北京方面要求 与这个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政府 不能够承认中华民国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当时的瓜地马拉总统 明确表示说 在他看来中华民国的传统仍然在延续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唯一而真实的中国 当时 这个外交部的 应该说他们的 这个完整的稿子 上面写的是 就是唯一真正的国家 唯一真正的中国 这个他当时是这样子 告诉蔡总统的 那但是在台湾目前 很少有中华民国公民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甚至有很多人 在这个1949年 中华民国政府 迁移到台湾来之后 对于这样的一个专制统治 有心怀不满的状况 那么这是金融时报当时的报道 到了这一次4月25号 这是路透社所整理出来的 他说 瓜地马拉总统 在这个中国 对少数与这个该岛 保持正式关系的国家 施加压力之下 对于台湾共和国 他用了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上引号下引号 台湾共和国表示 毫无保留的支持 那么瓜地马拉市 与中华民国保持正式 外交关系的是 三个国家之一 那么特别是洪多拉斯 为了25亿美元的援助 因此放弃了 与台北当局的关系 主要支持北京 那么这个瓜地马拉总统 特别在西班牙语 在这个 我国的这个立法院 提到了 这个 Republica de Taiwan 就是为了台湾共和国 两次 而不是正式的名称 中华民国 那现在的政府 通常将 他们的国家的国民 称为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那么这个 瓜地马拉的这个总统 在这个西班牙语 在国会演说的时候 提到了这个台湾共和国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他最后面 他说以台湾的自由主权和独立万岁 来结束这个演讲 然后现场是非常多的人 这个给予这个掌声 跟这个支持 那么但是呢 有一个意外插曲 我不知道这个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瓜地马拉的 这一个 总统呢 他发表了这个演说 的时候 他里面提到的一段话 他是用 这是他过去用的用法 他这一次用的是 所以他这次不是讲China 而且他前面谈的那句话 是Republica de Taiwan 那所以 这个你应该要 翻译的是说 这是 瓜地马拉维持的立场 是不变的 然后支持 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也是一个唯一 且真正的国家 应该是要这么翻译 才是对的 因为他并没有提到China 因为China是这个 西班牙文的中国 那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现场的这个翻译 人员照着字卡翻译 我其实很好奇 从哪里来的字卡 是有大字报呢 还是什么 这个他翻译的时候 用中文翻译说 翻译成说 这个中华民国 是真正的中国 奇怪了 这是上一次 瓜地马拉总统 所讲的话 可是这一次并没有 那他为什么把 这个奇怪的翻译 这次他并没有说到这样 他为什么 立法院翻译的时候 是翻译成中国呢 那外交部 后面的时候 就赶快澄清 说他现场讲的 是这样子 因此呢 基于联合国包容性 及普世性原则 瓜地马拉支持 台湾在联合国机构的权利 他把这句话翻过来 他说 就是这个瓜地马拉总统 没有说 唯一 且真正的中国字卡的翻译 没有还原真正的意思 那 这个 真的是非常好笑 包括这个 很多人在这个现场翻译 这个打上字幕的时候 就是说 瓜地马拉维持起 一贯不变的立场 支持承认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唯一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 这个瓜地马拉总统 他在这个 演说当中 他并没有提到 中华民国括号台湾 他是用 Republica 的台湾 所以翻译的话 也是台湾共和国 那 这个 你把它翻译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这也是错误的 因为他用的是Republica de Taiwan 不是 Republica de China 然后 这个quote里面写台湾 不是 他的翻译是 他当初的原话是 Republica de Taiwan 所以 我不知道 为什么字幕在打上去的时候 要变成中华民国括号台湾 他并没有说 中华民国括号台湾 他说的是台湾共和国 这包括路透社也是用 Republic of Taiwan 这个字 英文的字 放在了他们的 这个标题上面 那我想这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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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 这个 原始的 这个 翻译才是这样 才是正确的 外交部署 瓜天马 是我国重要的友邦 两国建立大事 及全面外交关系 超过60年 瓜国总统 这个 Jiamadai 这个 多次重申维护 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 那么 其说法明确展现 这我国的友好 与坚定支持 也彰显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与事实 那外交部说我国邦交国所承认的是享有民主自由主权 自觉的中华民国台湾 与是友邦与民主伙伴站在一起拒绝中国以威胁利用破坏邦义的坚定表现 外交部表示感谢也承诺会继续友邦一起 新手努力共创荣景 又再提到了这个 我国邦交国所承认的是香港民主自由主权 与自觉的中华民国 这是事实吗 还是他 这个喜爱的心态 币钞票呢 帮他盖什么医院 这个 这个帮他 做东旧做西的 尤其这个 也许 瓜地马拉会觉得 这是一个民主自由主权 自觉的中华民国台湾 但我就想问那个斯瓦蒂你会这样会这么想吗 不会吗 他的国王这个每年都要选飞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三个理由 这个 所以才支持你吗 我想 不要把这三个字 这个放了这么大 搞得好像 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宗教团体之类的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吗 那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一次 瓜地马拉总 这像上一次 他上一次说的是这个 Republica de China 他甚至在总统府 瓜地马拉总统府的官网 我还看到他很多篇的这个新闻稿 他是用China 然后刮好后面写台湾 台湾 那 我不知道这样子 外交部要不要看 我不知道了 但是 因为我轻点看到了 我是有证据证明他做这件事情的 那 这个唯一 这个 真实的中国 然后现在 变成了这个 我不知道 这个突然变成了这个 Republica de Taiwan 然后变成了台湾共和国 这个 瞬间的转变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转变的这么快 从过去的 一个中国 唯一的中国 真实的中国 到台湾共和国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 先从他的这个字卡的翻译 为什么会有错误 开始探讨了 那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 我觉得比较高一点的可能性 就是外交部的那个翻译的人员 他很落期 就是之前 把之前他在这个 瓜地马拉的时候 的讲稿 就是他在说这个 所谓的唯一 而且真实的中国 那就是我之前一直引用给大家听 然后就说 你看他 很多那些英粉 什么那么高兴 可是你高兴的是台湾 是中国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不如两讲 因为两讲 他真的 他要去统一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要去消灭西台湾 还要搞双重承认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些人 他的很矛盾的一种认同 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他那时候的翻译 他现在把它沿用 他觉得 这个 这个总统讲的 会是一样的内容 所以他就 把他拿出来 重新使用 那这个就是一个 落期的表现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 他这个 因为他不敢去翻译 这个所谓的 这个 台湾共和国 这个字 就是这个 他不敢去这样子 直接翻译出来 所以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只好 把台湾跟中国 再次并列 就是 他人家讲的是 这个唯一的真正的国家 但是 这个翻译的人 他不敢说 台湾是这个 真正的国家 那对应到 他也不敢把这个 真实的 台湾共和国 就是翻译出来 那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你如果没有 台湾共和国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 唯一真正的国家 如果你是这个 要坚持 中华民国 台湾 你就只能是 号称 你是唯一真正的中国 现在的这个 外交的目标 也就是这样 就是说 花钱让人家去承认 你是唯一而真正的中国 来抢中国的代表权 所以 这个就是为何 他翻译的时候 其实是有两种可能性 就是 一种就是真的若 其另外一种就是 他为了要 把这个前后 属于蔡英文 这一类的 国家认同 把它硬塞在这个里面 就是才会产生 这样的一种 很荒谬的错误 那 因此就是 外交部 其实很明显 就说他其实是 怎么样都要维护 这个蔡英文的认同 就是中华民国 不是最自治 这种原则 是绝对不可以 去打破的 打破之后 这个 这个 女皇就震怒了 对 就是这个 元首 元首很生气 后果就很严重 所以 不敢这么做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 就是为什么 他这个外交部的话 他就是 要把他刻意 所谓的 把那个 Republic的 台湾 把它变成这个 中华民国台湾 事实上其实就是 很害怕 上面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认同 以及 民进党那些人 也没有人反抗这个认同 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是在讲说 这种认同的错乱 都是蔡英文一个人造成 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就是蔡英文 他开始 接民进党主席之后 一直到他现在 担任了快八年满的 快七年满的 这个 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当然他这个认同 是他一个人造成的 也 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但是 问题是其他人 没有人要去反抗 包括外交部 包括其他的 这个部会 包括立法院 现在又要到 4月28号了 又要到这个 当去年 才讨论到说 到底 台湾地位 有没有已定 4月28号又是这个纪念 所谓的旧金山合约 跟那个日华合约 生效的时候 那这个是 所谓的日华合约的 这个生效 那么其实是本来 是在这个旧金山合约 底下 去生效 他就是再签一个 这样的约来 好像就是说 他虽然日本没有 讲要去给谁 但是 有点像是 给了一个暗示说 我大概承认 这个目前是属于 你去 至少是托管 的这个地方了 那无论你有没有 这个主权嘛 反正我就是 在用这个约来 有点模糊的去 就是给你 这样的一个暗示 所以现在后来 日本人才会 把那个什么 叫做日华 肯谈会嘛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到底他承认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 应该是 就是可以想到啦 包括日本人 对于蒋介石的过 这个蒋介石的架风 体现出了 怎么样的一种 推崇与伤感 那这个大概也是 之前也讨论过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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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 外交部这样的反应 应该是 对 蔡英文 或者是对他们的 这个统治集团的 脉络来讲是 合理的啦 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 物意的东西 继续物意 然后 把那个 有一些 就是像什么 台湾共和国 他绝对不会去 把它改正啦 但是一旦 讲到唯一的中国 这个触动 他敏感神经 他又要去改正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 这种认同 他的一个非常荒诞的 一个地方 就是他只能部分去改正 不能全部 你要全部都改正 要不然就是 就按照这样子去呈现 但是他不是 他就 就是改正了那个 所谓的中国那部分 但是 就是没有改正 这个 另外的那个 就是 所谓的 就是 英国 那个英国人写的 这个 Republic of Taiwan 或者是那个 Republic of Taiwan 都没有去改 这就是 原因啦 那 再来讲说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 瓜地马拉的 这个总统 会突然去 帮台湾正名 或者是说 去帮他完成 这个建国的 这个任务呢 这个我想 也有 可能也有 两种可能性 就一种是 他可能后来去 想一想 或者是他去看一看 这个 他的讲稿 然后就说 奇怪 明明我讲的是台湾 但是为什么 后来又去 讲到说 唯一真正的中国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牵涉到 一个中国原则 还是一个中国政策 这一类的敏感话题 那 这样会不会造成 他的旁边 周边的 尤其是已经 断交的那些 拉丁美洲国家 对他的一些 不同的认识 或者是说 可能就是会 触动到 其他的一些大国 然后说 你是 讲的是中国 还是 就说 那中国的话 就只能够有一个 唯一的合法代表 如果你的合法代表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 就是说会 有一些人去关注 他不一定会去施压你 但是他就会 去关注 或者是说 会去了解一下 你的意思 或者是什么 之类的 那很多国家 其实是选择 就是 包括之前提到的 这个一些什么 宏都拉斯也好 或者一些 其他拉丁美洲的 那个国家 什么巴拉圭 什么那些也好 那么去做出 他们的选择 那就会跟他 产生一点冲突 不一样 这是一个可能性 他会去想 第二个就是 也许也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 我不知道 外交部 其实通常是 没有在做事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人 去 在他来的时候 去跟他 做一些些的 这种沟通 就说 他讲的时候 那个可不可以 就是强调台湾 或者是说 不要讲出中国的字样 但是一方面 又没有跟 他们内部的 翻译的人沟通好 只是跟他讲说 你能不能尽量 讲台湾呢 或者是什么 会不会有 这样子的一种 沟通来做障言法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 就也没有证据 但是 也是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突然来 帮这个台湾 证明 然后 甚至建国 有台湾共和国 我觉得就是 也有可能 就是他自己的领悟 一个顿悟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外交部 要玩两面手法 简单说就这样 就是说 他如果去 在这个外文里面 去呈现 Republic Day 1的话 那就是懂的人 就会说 你看这个外交部 也在做事 或者你看他外交 是有成功的 人家用西班牙语 讲的是台湾共和国 假装他 你自己已经建国了 有懂的人 他会这样子去自爽 尤其是那种 懂欧洲语系 懂西班牙文的英粉 也许会自爽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就说 他在内部 还是继续翻中华民国 台湾 让这个继续去做精神分裂 就是跟他效果 国民党的那样 所以这也是有两种可能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 一个还蛮凸显出一种 认同的荒谬 跟你这个国家走向的荒谬 以及就是你现在还在 讲所谓的这个什么 民主自由价值的这种 这个荒谬 那所以其实 就等一下我们还要谈 所谓赖清德 对于中国的态度 那你如果说 民主的价值 很好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 会一直觉得说 跟你声称 不是一个同一个价值的阵营 会对他觉得说 就是总统呢 前面之前几年讲说 不必然抱有敌意 那么现在呢 即将要选总统的人 把他当做兄弟 对我们这等一下再提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真的要去落实 你所说的这个 所谓共同价值 那就这样的话 你也要去做 符合这个脉络的事情 就例如说 子余从之前提到过的 去跟那些什么流亡政府 去建交也好 或者是跟他发展关系 但你现在连那个 达赖喇嘛 连热比亚 连这些人都 都不敢让他来 那就 显然就是怕中共不开心 那你怎么样去凸显你的 价值 那更就是不要讲说 那去这个有一些 有一些国家 那你这个 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他的这个价值 好像很明显 也不是民主价值 然后之类的 这个当然 不用讲说唱高调了 主要也不用讲说 中共就是在打压你 或者是什么 你断交就是他的阴谋 那即使是他的阴谋的话 那也阴谋了很多年了嘛 对吧 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去突破 只能告诉大家 这是他的阴谋 这就是唯一能够做的 然后呢 再去玩那种 对外讲台湾 然后对内的 讲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是说 假装这种 这个双面的手法 或者是让 就是刻意让那些的 真正的 驻外人员 其实是 没有去真正去经营 这些国家 然后断交就断交吧 但是你断交也要 如果你真的是要 目标是要断交到零的话 那你就是要走这个 正常国家的路线 同时你就说 这个要跟那个 瓜地马拉县的总统 讲的一样 去建立台湾共和国 那之后你再去重新 去跟人家建交 这才是有脉络的道路 不然你就是 像我说的 去证明中华民国 是行得通的 现在中华民国台湾 既不合中华民国宪法 也不合这个 所谓的 一个中国的政策 也不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 也不符合这个 在世界上认知到的 这个所谓中国的现状 或者是说 这个 所谓的 去抢中国代表权的 这个现实 现实上的可能性 运作的可能性 这好像都是 越来越 会有困难 如果你继续讲 中华民国台湾 的话 你就只能继续玩这种 两面手法 然后 欺骗 欺骗大家 所以 其实我觉得 当然就是 瓜地马拉的总统 他帮忙去 说出一个 建国后的名称也好 或者是 什么其他的 那我觉得 其实当然建国后 你要不要叫 台湾共和国 也是还是可以讨论 你还是可以叫 台湾 或者是叫 富尔摩沙 或者是叫 富尔摩沙共和国 或者是叫 叫什么都可以 那也都是 后面讨论的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其实凸显出来的是 第一个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突然这样子帮忙 那有两种可能性 我不知道他是 他是真心相信这样子 还是说只是 一种意外 这还是要观察 另外就说 凸显出一个外交部 他其实在整个翻译的 只是部分修正 跟这个 还要去澄清的这种状态 那么凸显出一个 他们必须 这个去迎合 或者是必须去 所谓的符合一些 所谓的 现在这个体制底下 他的这个认同 那当然我相信 吴钊燮自己的认同 也已经 那就是被改变 被辨值 他也是要 这样很合理 这回过头才会讲说 为什么当时我们 到游西坤也好 然后那个 什么国事馆官长 陈医生也好 他马英九一呛 他就必然要讲说 地位已定 然后什么 总统直选之后就 就没有地位未定 这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奴性吧 或者是一种这个 不敢坚持自己原则的一种 这样子的人格特质 那这样的话就是 能够去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未来 或者是能够 带领 无论是民进党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这块岛屿 无论是在中华台北 还是叫 还是叫什么其他的名称 但是 如果你想要叫台湾的话 能靠这些人 获得这样子的结果吗 这我想可能就是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的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我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的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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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也很宽 可以容许台湾跟中国在这里生存发展 来晋德在台湾智库一场演说当中活动至此的时候 他表示说他期待结合全台湾的有志之士 这个共同推动民主团结民主治理民主和平的三项民主行动 推动国家希望工程让台湾达到民主和平繁荣的三大目标 台湾位于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除了台风都地震多 也直接面对威权中国的威胁 台湾不仅是印太和平战略民主价值 还有产业科技安全的重要角色 因为台湾也是全球在重建民主架构中非常重要的价值伙伴 就是赖清德在台湾智库的活动当中演说的 所谈到的内容 但这个顾快明提到这个 不管是顾快明还是赖清德提所谓的兄弟之邦 就让我想到这个三字经当中提到的这个叫做 兄则有弟则公 所谓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 作为兄长的应该爱护弟妹 弟妹应该要尊敬兄长 那这是所谓的兄弟的关系 但我想现在有这样的关系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用兄弟之邦比喻英国跟美国 那我想请问到底英国是凶还是美国是凶 英国是帝还是美国是帝 因为是先有英国才有美国 但是美国现在比英国还强大 所以到底谁是凶谁是帝 那英国人会同意你觉得他跟美国是兄弟之邦吗 美国有同意他跟英国是兄弟之邦吗 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互相在叫对方是兄弟之邦 美国人常说的这个brobrobro 这个brobro 那讲的是说就是body body之间 那好友之间 这个hey bro 这个美国人的尤其特别黑人很常用 那个用法 你有看过他们双边的这个 英国跟美国的这个外交场合出现 这样的词汇吗 好像从来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顾华敏或赖清德所谓的英美是兄弟之邦 这样的概念或这样的理论从哪里来的 因为你要有兄弟之邦就要有人是凶有人是帝 那请问是英国是帝还是美国是帝 英国是凶还是美国是凶 所以我想像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你特别想让兄弟之邦 那台湾跟中国关心谁是凶谁是帝 台湾是凶还是中国是凶 台湾是帝还是中国是帝 那如果你说台湾是帝会不会 有没有人要批评你 矮话台湾 台湾应该是凶才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说 你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到底是什么 就依照三字经典来说 这个凶则有帝则攻 那凶如果不有 那帝何必攻呢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 这是让我觉得 你今天提出这个兄弟之邦的理论 你有没有清楚的思考 所谓的民主价值 没有谁是凶谁是帝啊 民主或者是共和 或者是国家利益谈判 就是对等平等尊严吗 这不是你最常讲的吗 也是蔡壤同 不是最常挂在嘴边的吗 那结果你现在讲的是兄弟之间的关系 那兄弟之间的关系就很像 过去中国的朝共体系啊 不知道赖金泽有没有读中国史啊 那中国的朝共体系 就是以中人为中心 以中人之外的那一些蛮帮蛮族啊 明天要像这个 这个这个金 这个金城啊 来朝共啊 明天要送上一些贡品啊 那有人说什么 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中国这个是白痴啊 当时的中国朝代是白痴啊 这个旁边的这个五胡啊 这个胡人啊 这样讲当然不太好听啊 就是那个时期的用法 这些胡人啊 蛮人啊 脚脚一堆什么羊皮啊 什么牛皮啊 要不然就是脚脚一些稻米啊 这个番薯啊 哇 这个上面就很开心 然后就给他们的一些黄金啊 白银啊 这些 其实还蛮赚的了 我不知道就云伦到时候会怎么想啊 就是说 这个如果我们只要缴纳一些这个水果啊 缴纳一些石斑鱼啊 哇 这个我们就获得大量的这个 这个资金的赞助 然后我们就作为一个朝共体系的小小国家 我是不知道像台湾人民是不是同意啦 就是说你的国家也还是在 我也没有把你灭掉 但是你就是每年要来北京啊 这个跟我朝共 称臣扶手一下 呃 然后这个 缴纳一些这个 阿萨布鲁的东西给我 啊 我就给你很多的黄金 给你很多的白银啊 我不知道这样子 台湾人民会不会接受 或云伦会不会接受啊 呃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想 南英德要提出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中国恢复朝共体系啊 台湾作为这个 这个 反反反属国嘛 那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东西 台湾人民会不会接受 中国人会不会接受 或者什么的 那你来讲所谓的兄弟之邦 大概就比较像是反属国的概念 在过去中原的朝共体系的这个 逻辑啊 呃 我不知道有人怎么看这个 赖金的提这个 所谓的兄弟之邦 嗯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三字经之外 大家可能 我不知道在我中学 也有被强迫 被送这个所谓弟子规 那也是类似的东西啦 那就说兄道友 弟道工嘛 兄弟目校在中嘛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孝顺的因素 主要还是因为 要恢复 要这个维持一个所谓的家长体制 就是家长能够好管理 那因为以前孩子多嘛 所以如果能够胸有弟公 大家都搞得好好的 那家长就比较少烦心 不然的话 那个 等一下吵起来 然后祸起 消强的话 就 就 就一团乱 然后很多孩子这样 家长就管不过来 这个就 当然是这样的体系啦 所以 我就不太知道说这个 如果是兄弟之邦的话 那上面应该要有 这个一个 就更大的一个国家嘛 那我大概知道说 在赖清德或者民进党人心中 他是使美国呢 还是说是这个 其他的国家 那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 嗯 如果回到就是说这个 这个 胸有弟公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来讲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他当然也是一个对等啦 就是说 某种程度上这个 中国人嘛 就说 兄弟 你要很和睦啊 然后 也去传送一些这个 故事 相关的故事 去讲这些事情 例如说 什么恐龙 让离之类的嘛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恐龙后来作为一个 一个 这个很 一个知识人 然后 他去这个 他在这个 曹营当中 那么因为他有 也是这个 什么话都 都敢说 然后到最后就被 斩首了 所以 某种程度上其实 他也这个 就是得到了 他的这个 结果 那另外就是说 他有没有真的 这么样的这个 真的 真的这么样的这个 对于他的 什么 兄长啊 或者他的家人 很孝顺 反正他后来的历史记录 也是没有 所以 其实基本上 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 说说听听的事情嘛 所以说 其实就 应该是说 如果要讲这个 对等 或者是兄弟 这个应该就是说 如果你是讲兄弟之邦的话 这种说法 其实就是 比较是一个 他本身就是一个 中国思维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 因为你 比较不会 就是在其他的这种 尤其是现代的 西方国家里面 听到 无论是美国 英国也好 德国 奥地利也好 或者是 什么 这个其他的国家 听到这样子的一个 说法 就说这个 当然他有一个 潜规则啦 就是说 如果是在君主的体系之下的话 那么这个 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国王啊 他们之间互相写信 就说 我的兄弟 就说 其实是代表 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血缘关系 这是一个 过去的一种 这个惯用的手法 那当然也有例外 自己称帝的 像拿破仑 那他这个 收到信的话 大家就写的是 我的朋友 因为他那个是 后面冒出来的嘛 然后 他等于是这个 对他这样子的称呼 就是对他一个 有点贬义的一种 就是说 你跟我们 就不是这个 一路的 或者是不是这个 一个系统 一个架构 以下出来的 大概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区别 所以但是 邦跟邦之间的话 大概 除了这个王跟王之间的 称兄到底之外 比较少有这种 就说 然后说是兄弟之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说法 因为过去 大家都是兄弟之邦 欧洲都是兄弟之邦 但是美国也不是 美国是总统 一开始就是总统 所以他跟本来就 没有这个亲缘关系 自然就不会有 我的兄弟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是 大概从历史来看的话 有这几个 这个面向可以来 可以探讨到 然后 另外就是说 其实中国跟其他的 这个藩属 他也没有 就是把他们当作 所谓的这个兄弟 其实就是 某种程度上就是说 包括他们的王 要继位的话 必须要去报告 这个中国的皇帝 让他去册封 册封你为 这个 无论是这个高 高历 还是什么 新罗 还是什么 其他地方的这个 这个王 那么其实 当然你是有一定的自主性 但是你也可以 因为中国 他之前讲的是 这个所谓的 要这个怀柔远人 后往夺来 就说你只要给我一点东西 然后我给你很多 就要怀柔 这就是一个 对你这个施恩 然后但是同时 你也是不能够造反 你也是要 你要 你有有人要去 称王 称王 或者是说 传位给什么人 或者是什么的 我有资格可以 这个 策封你 或者我有资格可以 干涉你的这个内政 然后如果说 你有这个被侵略了 那你可以来找我帮忙 比如说 当时在 新帝国的时候 不是就有越南 那个法国要去占他 然后这个 就去找清国帮忙 然后就有清法战争 之类的 说到清法战争的话 就说 因为其实过去的 像近代史 我之前说过嘛 就是他 清帝国总是说 他百年多的这个耻辱 所以那些战争里面 只要但凡 败的没那么惨的 他都叫什么什么大姐 什么镇南关大姐 然后什么 因为法国人 后来没有要台湾嘛 所以他们就编 出了一些在台湾 这个淡水的 跟法军战斗 也大姐啦 之类的 然后呢 之类的 其实其实都是因为 他自己撤退 因为某些其他因素 或者是说 他杀了几个人 但是都是 比较是小规模冲突里面 就说法军有 有被杀一些人 大概就像 镇南关大姐的话 大姐的话是 杀死了法军 七十四人 这样子 有七十几人 那就说这是大姐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那是 中国的一个逻辑啦 就说 他们的这个 会记录的方式 所以 真正成兄道地 真的必须要去 跟你成兄道地的时候 就是 迫不得已的时候 例如说这个 例如说在这个 残渊之盟之后 因为残渊之盟 其实是打成了一个平手 而且 辽大辽的这个将领 就是 有一个叫做 肖达岭的将领 他被 他这个骑马出阵 就被一箭射到面门 就直接就被射死了 因为中国宋代的时候 没有很多的马 所以他对付这个 以祭兵建厂的国家 他们就发明了 这个比较大的 比较巨大的一些弓弩 可以直接射死人 射死马的 包括后来对付这个金 就是对付这个 女真人的金也是这样 就是用那种 超大的这个弓弩 然后一射就 把马射死 所以后来金人 跟蒙古人打仗 基本就没有马了 当然不能够 就去玩那个什么 铁浮屠拐子马 玩不起来了 再说那个玩了 也被人砍断腿 也玩不动了 砍马腿这种 是很浪费资源 包括就 后来因为欧洲 14、15世纪的战争 也有发明这种 对付这个 寄兵的方法 但是他们就是直接 像瑞士的这个 就是 就瑞士的这个军队 后来被 因为他很会打仗嘛 被人家常常去 请去当雇佣兵 这些人 他们当时就发明了一个 像这个所谓的 挤 就是我们翻成挤 就是长钩子 然后那个长钩子 去直接把人 从马上面勾下来 这其实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不然你 砍了很多马腿 马就不能用 这样子很浪费 养一匹马是这个 很费钱的一件事情 所以讲了闲话 意思就是说 当时这个 其实是打成一个平手 但是 因为辽 他还是在这个谈判中 取得了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当时 有一个很优秀的 女政治家 就是那个萧错 萧燕燕燕 在后来的平手演绎 都把这个说成 很负面的角色 就所谓的萧太后 他就是这个 辽圣宗那时候的这个太后 因为他这个很会谈判 所以虽然是打成平手 而且辽的大将领 还被射死 可是他还是从宋 那边就是赚了 就是每年应该有 十万两 这个 我记得就是有十万两白银 跟十万匹捐 那到了金的时候 当然因为宋的趋入更大 所以你不能再去 跟人家称兄道地 在这个北宋的时候 因为他还是有点国力 那辽又是比他 还要早建国的 然后辽还这个情愿 就是称宋为这个兄 所以某种程度上 他愿意跟你称兄道地 在中原王朝 就是因为 他知道他这个 再打下去也打不过 或者是没办法的时候 再会这样 那到了金的时候 因为这个 已经被打到南边去了 所以后来的一些 什么绍兴合议 什么的 大概都是称 这个什么 熟职之国 或者是博职之国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就是金他比你晚建立 他已经不管你这个 他就要当你的 的叔叔 或者是当你的伯父 因为就是 打不过人家 但是也因为这样 金衰弱的就 也很快 就是因为 温鲁城他女罪人 判话比这个 他是这个 属于渔猎民族 所以他的汉化 是比游牧民族 还要容易 就是说一汉化之后 他的武力 就是整个衰弱 加上我刚刚说的 马被射死一堆 所以后来 蒙古一直跟他打 他就说 他就不堪一击 包括当时 跟宋朝使节 比射 跟南宋使节 比射箭的话 大概南宋使节 后来都几乎都是获胜 所以这个就是 称兄弟的话 就是不得已 或者是说 他没办法 他就示弱 才会跟你称兄弟 称兄道弟 对 那所以现在的情况 就是 是这个 是中华台北要示弱 还是 中华北京要示弱 所以才能够称兄道弟 这个不太清楚 然后另外就是 他那个 也没有要跟你 称兄道弟的意思 因为他说 你是他的一部分 怎么会跟你称兄弟之邦 对不对 所以 就是你是他的一部分的话 他就只有这个 像 他就只有把你这个 端掉 无论是用武力 还是用统战的方式 去这个 去帮你 去把你吞掉 像昨天我们才提到了 卢沙爷 他说这个 中国人来决定 台湾的未来 这样的话 就不是兄弟之邦 对不对 兄弟的话 再怎么样 也不会说 哥哥可以决定 弟弟的未来 或是弟弟决定 哥哥的未来 所以其实这就是 一厢情愿的说法了 再来是 你也不是一个邦 就是说 中国认为你不是 但是你自己 其实也不是 如果你要称兄弟之邦的话 你至少得 还是先要 是一个邦 对的 那现在其实你说 你是已经独立了 但是你的宪法 你有包含别人的领土 你是别人的主权 所以这个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兄弟之邦 可是 怎么会 这个你的是我的 然后对方也说 我的是你的 你的是我的 那这样的话 怎么称呢 对 这个是不太清楚 因为你的宪法 说你有别人的领土 你还有那个蒙古 蒙古共和国的领土 所以你称兄弟的话 跟蒙古共和国 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那是 怎么不太知道 你是要淘渊三结义吗 还是怎么样 不清楚 所以 这个就是你有他的嘛 然后他说他也说 他有你 你的是属于他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 是比较有点搞笑 因为 基本上来说就是 第一个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定位 你是要这个 你如果是要操控 那你就不是兄弟 你如果是这个 迫不得已要 这个城下之盟的话 那到底是谁 迫不得已 要弄清楚 再来是你是不是一个邦 这个也没有弄清楚 然后再来是 其实你们不是互不隶属 你们是互相声称隶属 只是现在民进党 骗票 或者是说用一个 障眼法说互不隶属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 为什么后来 吴宽敏会自己会 会弄不清楚 以为蔡政府会支持 他的制限也好 或者是 他的制限基金 会做出一个说 七成以上台湾人愿意 为保卫家园 为台湾而占这些东西 就是某种程度上 其实就是一个 他的目标 或者是他的这个 基本的一些 做法 其实是没有弄清楚 如果说你真的已经 说要证明制限 然后已经独立的话 我再去谈 要不要去兄弟之邦的话 那这个其实也还是要看 中国他自己的一些 其他的改变嘛 但是再说你的兄弟之邦 就表示 兄弟之间如果价值观不同 那就很难做兄弟啦 但是你蔡政府 跟你刚刚我们上一段 提到的外交部 任何人 包括赖清德自己 一定都会觉得说 声称说我们要跟这个 民主价值一致的人 站在这个同一个阵线了 那你要是跟对方兄弟之邦的话 但是你又觉得 你的价值好像不是 跟他站在同一阵线 不然你就 你的价值就是跟他 站在同一阵线 什么是到底是哪一种 就你是兄弟之邦 你应该价值跟他是 站在同一边的 但是你又说你要跟这个 全世界民主的价值 站在一边 所以现在都 又衍生出下一个问题 对不对 就刚刚已经讲了很多的问题 但现在下一个问题 就说你兄弟之邦 然后你的价值是跟他 是不是同一阵线 这个我想可能 基本上你们如果很爱讲的话 就好像也必须得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 这里面的很多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他没有思考清楚 或者是没办法解决 也没办法去 这个回应的问题 所以因此他大概就是 只能够继续就已读不回 或者是继续讲 有时候就来讲兄弟之邦 有时候就来讲有亲中爱台 有时候又讲什么 已经独立 有时候又讲说 跟全世界民主阵营 站在一起 可能什么时候 对他有利就讲什么 所以其实我想可能就是 他们的一种处理方式 那这个处理方式的话就是 我想就会变成你自己的诚信 你自己的这个理念 也都抓不清楚 那你无论有没有兄弟之邦 这种称呼 但是别人会把你当兄弟 或者是当朋友来看待 还是别人就会用你 类似于你的方式 以子之矛 这个公子之盾来对待你 就像之前说的 美国把你当小三 或者是情妇这样 或者说其他人就 把你当成反共的时候的 一个棋子来玩 因为你自己其实也弄不清楚 你喜欢玩 你以为你在玩别人了 结果就你自己就 也会被别人玩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他们应该要 在说任何的说法之前 可能可以这个多 可以这个多多思考 或者是说 思考之后 如果还要这样说的话 我想可能就是 他们这个刻意 在这种程度 这种时候用这样的说法 那其他人 或者是我们要不要相信他 或者是说要给他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真的能当兄弟之邦的建议呢 我想我可能就是觉得说 就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样 跟我们听中国历史 听中国的那个 一些说法一样 就是有人说一说 然后有人听一听 就可以过去了 就这样说了 谢谢 桐集需 好 四 sacr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